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咱们今天继续学习VUE 今天咱们的标题是 大家请看 自定义CSS的样式 什么意思 咱们前几期在咱们工程当中 导入了Bootstrap的样式单库 对不对 可是够用吗 不够吗 咱们不可能说所有的页面都基于Bootstrap开发 对不对 比如您的PM说了 不行 我的这个按钮想要白色的 我的这个标题 想要红色的 该怎么做 需要用到咱们自定义的样式单 那今天咱们就来学习一下 好咱们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就一个定义属于自己的样式单文件 文件名叫什么 无所谓 我今天就叫做mine.css 您叫什么都可以 无所谓 根据您的企业的公司的需求 好该怎么做 咱们看一下实在演习 首先说进入asset这个目录 这个目录在哪 咱们找找 在哪里 打开咱们的外网目录 打开咱们的原文件 加 还打吗 不用打了 就在这了 asset 默认给咱听个logo 这个也是VUE logo 咱把它关了 咱们在这个里面 干什么 定义一个文件 怎么定义 看 这nano 这是Linux下 咱直接建一个 叫做mine.css文件 试试 在asset里面 你用一个file 叫咱们自己的样式单 没问题吧 太没问题了 然后在这里面 咱们像开网站一样 定义咱们自己的样式 我呢叫myclass1 行不行 当然可以了 这个样式单 我想以后 咱们再单独开套课程吧 专门给您讲解一下 css3 到时候再说 我看 css3 现在拥用 应该是比较广泛 应该是有这个市场需求 过两天 我准备再开套 这个css3吧 好 咱们看啊 myclass1 里面有两个属性 一个是颜色为红 另外一个是 边框为一个像素 然后呢是蓝色 这是咱们样式单啊 OK 样式单不是很难 咱们怎么用 咱们打开 默认的app组件 在哪里 在src下面 有一个叫app组件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咱们整个网页的入口 入口的gs呢 叫main.js 入口的组件 叫app.voe 咱们要死记住 没有之一啊 好 咱们在这里面干什么 稍等啊 我双击 咱们重新打开一个 这里面干什么 咱们就加入证明行代码 先别加 稍等啊 咱们先加入这个cs文件 干什么 把它import进来 对不对 import加import 大家请看 这个import 它是什么 它是java脚本的指令 对不对 那么 我在这个模板里面 import行不行 不行吗 我在这儿 import它是html 对不对 这个组件的结构 我下节给您讲 那加import 在这儿 script 这个地方import 是没有问题的 ok import 咱们这个css之后呢 就能够使用了吗 怎么使用 大家请看 这标准的html div 我定义了一个div 叫做你好 然后里面有一个class 这class传什么 就是咱们传这个 myclass1 稍等 就是咱们这个myclass1 没有问题吧 ok 这是非常标准的 我的文件呢 这非常标准的css的使用方式 我们试试 把它拷贝过来 拷到app.ve里面来 这个拷到哪 这张代码拷到哪 你看 这张代码拷到哪 html嘛 对不对 所以拷到模板的部分 拷到这个地方 没有问题吧 为了好看 我下面再给您加一个hr hr是在这个网页中 画一条横线 对不对 好 这样的话 它就能够引用到 咱们的myclass1 试试啊 能看到什么结果 首先说这个字 是红字 然后呢 加上一个蓝边 ok 看效果 马上运行 npm 这咱大家记住啊 start 或者说 run dev 哪个都行 效果一样 我发现 我做这个vue视频 总是抄时间啊 实在是不好意思 我尽量控制在5到10分钟 好 运行马上开始啊 打开我的浏览器 直接运行 大家请看 这个地方 是不是出现了 红字 出现一个蓝框 没有问题吧 说明什么 说明咱们的css的文件 被咱们的组件 被咱们的网页 认到了 这样的话 咱们就可以自定义 咱们自己的css 对不对 那比如说 咱们改一下啊 我不要蓝的 我要绿的 行不行 好 看一下 绿了吧 为什么绿了 因为 它给咱们工程 给咱们带的这个web server 它可以侦测 咱们任何组件的变更 然后自动重新编译 且重新启动服务器 非常的贴心 非常的好 所以说 通过这个工具 通过这个工程 会让您爱上这个web 我有这个自信 好 以上就是今天我给您分享的所有内容 不知道您听见没有 今天内容应该不是很难 而且却非常的实用 干什么 建自己的css 每个项目都需要 对不对 OK 以上就是今天我给您分享的所有内容 今天的代码 我会放到开源中国的服务器 今天视频会传到YouTube 我个优酷供您观看推荐您使用 优旧 进行观看 好 那咱们下个视频再见吧 拜拜